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人违旧违旧 有些时候 每个人不懂得欣赏 不懂得欣赏 没有的时间才去违旧 写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几何时 上海理发店在香港大行期到 跟招呼好 服务好 吸引了不少人光顺 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统理发店 被各类型的理发店取替 现在只剩下 几家小过紧存的上海理发店 师傅就很小过入行 因为他爸爸本身都是做 做这些旧式理发的 那变了他就很小过都入行 如果说这间铺 就开了八年 但是旧铺 总之他自己经营的 就四十... 四十一年 1980年到现在 将为上海街最后一间的上海理发店 他已经整整整条上海街的便室了 我们这些正式来说 就是旧式飞行店 以前最少有十几二十间 最少 但是现在没有了 整理了 整理了 现在整理只是我们新东亚 即使搬离了旧铺 老板和管理仍然缘用着旧油的设备 现在的工具已用了几十年 现在我在剪头发的剪刀 我用了三四十年 我买的时候八二元 用到现在 你说多久呢? 刚才看见师傅老板那把剪刀 到现在都不拼忙 那是多好用 以前的东西很漂亮 好像那些风筒 半个小子都不止 你说 除了电用力消耗的器材之外 故事亦都引证着 新东亚压力发电 日落不到的股市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呢? 每个人都说 哎呀你不要不开 收拾一间收拾 有些客人光顺了几十年 八九十岁都要上来光顺你 就是大家围起一群感情 不停在这里 我一直都是不停 可以多的 成全就没有了 必有年轻人做这一行 年轻人多数都去那些 salon 都不会做这些股息的非法谱 没有了 他自己的儿子又不是做这一行 没有了 现在好像我们香港这些旧式理发公司 不会剩下很多 而梁师傅对他弹出历史舞台 变了一番理解 不是你想消失 漸漸就变成消失了 一客人老了 生的眼睛不够了 师傅又老了 你想做师傅老 手腾脚震 那些客人都不光顺你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哇 师傅你这样的 谁光顺你啊 哇